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计成本 对吧 我根本就不用考虑这辆车的隔音指振材料成本去到多少 不用考虑它的整备质量去到多少 只要考虑它的隔音效果去到哪里就可以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买D级车的原因所在 不计成本 这辆车是大哥的未来 它二三十万跟七系的新音指振材料完全就不是一个层次 底盘上的这些隔音指振材料贴的面积一目了然 对吧 完全没法比 另外呢 像那种很厚实的新音的海绵 只是铺设在发动机防火墙的位置 但底盘上就没有 底盘上的隔音材料它是一整块 有点像那种用可回收材料做出来的 那种布也好 或者说是纤维也好 是那种 就显然没有七系那种 那么的厚实 那么的致密 或者说从材料的卫生程度上来讲 看起来都不是一个层次的 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花钱的不是 对吧